你好 欢迎收看8月9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以台东县联队为主的中华少镑代表队 涌夺了2019小马联盟野马级世界少镑锲标赛的世界冠军 8号的晚间反体国们侍奉力骑马台风影响 现场饶庆林表达对小国手及对职员们的鼓励 也指示副县长张志明要亲自到桃园国际局场来接机 张副县长也逐一为对职员们佩戴花圈 同时表示这是小学手们献给父亲节的最大礼物 挥舞着国旗欢迎小球员们带着冠军杯回国 恭喜 北东县副县长张志明也逐一为球员们佩戴花圈 恭喜他们为台湾争取荣耀 由北南国小少镑所组成的中华队代表亚太区 参加在美国德州所举行的世界少镑锲标赛 首战以大比数19比0击败多名尼加队 乔战们延续气势连胜美西代表队取得冠军战门票 最后在冠军战中10比4立刻强敌墨西哥队 未免世界冠军 拿下台东县睽違七年的世界少镑冠军 但适逢力骑马台风影响 台东县长饶庆林未表达对小国手及对职员们的鼓励 指示副县长张志明八日晚间亲自到桃园国际机场接机 北南国小为主体的四个国小组成的代表队 在美国得到小马杯的世界冠军 我们睽違了七年又拿到这个冠军 所以特别有它的意义 那今天虽然是台风即将来临的此刻 那么劳心县长就一样指示志明 要从台东来迎接我们这群小将们 县府教育处表示 这次夺冠对台东基层棒球发展 可以说是意义非凡 除了相隔七年 再度由台东县少镑队代表我国获得世界冠军 更是饶庆林县长上任后第一个世界冠军 不仅展现台东县少镑队整体实力 更是棒球教练在基层默默耕耘的成果 副县长张志明也期许小将们能持续为台湾体坛争光 这次拿到世界的冠军 我相信我们这些小将们将来会在我们台湾的棒球运动场上 会有更好的发展 希望他们持续这一次的金牌的选手 那一直在台湾的半行方面发光发热 为了把冠军喜悦分享给大众 先赋也将在十日安排小将们 上午九点三十分从北南国小出发 新京更生路再到中信路与新生路 转中华路以及大同路 最后抵达县府 以游街的方式接受民众庆贺 记者蒋文杰台东综合报道